大家好 我是千千 今天背景是Meg的工作室 我們先歡迎Meg出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eg 我想說可以WAVE一下 我們一起跳舞 我不知道我站起來會不會直接出光 會嗎 因為我們剛剛在敲進會的時候 敲很久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來到Meg的工作室 主要是要來交換衣服 為什麼呢 因為Meg最近出了一個新的品牌 服飾的品牌叫MiniMater MiniMater MiniMater OK 對 Meg出了一個新的品牌叫 MiniMater 對 然後 大家對Meg的印象就是 小個子穿搭的一個指標 但是Meg出的品牌的吊帶褲 我居然穿得下 因為高個子 所有的高個子一定都知道 穿吊帶褲一定會怎麼樣 會卡下體 而且尤其是因為我本人的檔非常的長 可是它卻沒有卡我的下體 穿完它的吊帶褲之後呢 我就邊洗澡邊想著 Meg身高14級 然後 153 153 沒有14級 喔 我覺得你們高個很命 因為你們都會覺得170以下都是 可能略矮 略矮 沒有 就會覺得說 就是 我這不是身高歧視了 只是我會覺得就我自己的看 15級 然後因為我身高175 Meg身高153 153 所以我就想說Meg的特衣服 我居然穿得下 那如果我跟那個來交換衣服 不知道究竟會怎麼樣 所以呢 我就決定要來拍這一集了 我那天看到千千傳的訊息 我想說 哇 又要被整 沒有 我很認真的穿搭 沒有 因為高個穿 反正他穿上那些深褲 他穿很好看 可是我穿我很長那個腰是在這 是骨盆 然後你那是短褲對不對 可是我看就會是7分 我先跟大家說 因為我很怕有出鏡 我再住下來 我今天 委屈了 確定沒有出鏡喔 不然我這樣看起來很像是拍家族照 沒有 你要微笑 然後我今天在準備衣服的時候呢 有就下了一些就是規則 就是一定要衣櫃裡面擁有的衣服 然後尺寸不管 那我今天來的時候就跟Meg說 我發現尺寸不管這件事有點可怕 因為Meg穿H10號 可是我本身穿L號 但是如果是仰妝的話 我就很有看法 你的仰妝如果掛在我身上 我不知道怎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各自幫對方準備穿搭的畫面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eg 這一次呢 我要來幫欣欣改造 那其實我平常跟欣欣很熟 可是我每一次都看他 都幾乎是全白的穿搭 因為他自己都很喜歡穿白色的上衣 然後白色的仰妝 我很少看欣欣會穿男孩感的穿搭 或我很少看欣欣穿骨著 可是因為我自己還蠻喜歡骨著的 其實也很猶豫 因為我很想要 他像我的芭比娃娃一樣 然後把他改造成其他的模樣 然後還有一個也是我自己在日本挖到的骨著 是這種比較偏 有點重 很像海帶 對不起 如果欣欣穿像這樣子排扣骨著 然後高腰的 是不是沒有看過他這個模樣 不知道欸 如果肩膀這邊進不去怎麼辦 我覺得這幾個就真的是 好難想像喔 桃紅色的洋裝 應該可以吧 可是我挑筆基尼給欣欣穿 我還是想要他水 是漂亮的欣欣 我改造欣欣的衣服呢 他穿上了 我覺得其實不差欸 我們歡迎欣欣 欸 你很時髦欸 對 那我說一下我為什麼這次想要這樣搭 好 因為其實我挑很久 我始終沒有挑這一件裙子 原因是因為我想說今天我也要穿啊 對 大家有發現MAG這個褲子 我直接換褲子耶 因為我覺得這個裙子 很不像你平常會搭的東西 這件真的好好看喔 真的喔 這件因為剛剛開場MAG不是也是穿這一件嗎 MAG S號我穿L號 結果我也穿得下了 而且 因為鬆緊了 就很方便耶 那穿起來超像蘿蔔很舒服的 超像的 就是你知道你在下體裏 有在追求這個風格 我為什麼不喜歡追求 就是穿起來很素系這件事 對啊 因為它的這個裙子是 我平常沒有看到千千的那種 紫系森林感 因為我很喜歡買古著的東西 去日本就很喜歡搜刮古著衣 所以我就想說 可以給它搭這種古著圖騰的上衣 可是也沒想到就是真的 而且是適合你的耶 而且你的衣服我穿起來非常的剛好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因為我喜歡穿寬風一點 很舒服 好 那我最近就可以帶回家好了 好 我們謝謝他 結果是來偷衣櫃的 我今天來的時候我反而有點期待 想說來這邊什麼東西 其實不是想拍片 想逛街 我很認真不想來拍片 所以他這樣子 畫你的肩膀好高喔 然後呢 在Meg幫我就是整理這個 他 遺容的時候 遺容的時候跟大家說一下 我今天幫Meg準備的衣服呢 其實跟Meg有一點點淵源 有一點關係 你之前拍片的時候 我曾經有讓它出現過 蛤 真的拍片嗎 手中獎 哎呀 要來跟Meg交換禮物 交換衣服 所以呢我要來挑選 為了今天呢 要拍我的衣櫃給大家看 我整理的閃電啊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我要挑給Meg什麼 啊這件啊 我去日本買的 我從來沒有穿過 機道感 有吧 這件我超喜歡的耶 而且這件是去那種 專門賣和服的店買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室友還說 你確定你要買嗎 你會穿嗎 會 買到現在三年 一次都沒有穿出牌過 這件也不錯啊 Meg不知道有沒有穿過 很正式的衣服 這件 很明顯就是買到現在 就是跳牌 跳牌也沒拆 從來沒有穿過 就是正式的服裝 哎你們有人想看我穿這件嗎 鏡頭前面的朋友 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最近挑給Meg什麼衣服 很棒 為了總統想要特別訂做了一件 喔 對 但是你沒有穿上去 對 那我們來期待一下 欸 我要拍一 1 2 3 2 3 哇 有沒有期待 等一下 很耍眼耶 等一下… 是沙拉 會不會太漂亮 欸 這件 那我… 你壓力會很大 我等一下會變太漂亮了 怎麼辦 因為裡面拉太高了 我拉太高了 我拉太高了 我要用跳的 妳好合理喔 不是我嗎 我快一點 有點像這種 對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套 這一套就是我原本走中想要穿的衣服 我跟妳講這一套是完全我的訂製款 然後 還不錯吧 大家 覺得不錯吧 你們是不是現在覺得Meg很水 為什麼要待這一遍 不會啊 我覺得這算是應該 記你之後只有我可以穿穿這件 欸 我跟妳講是不是 怎麼樣 等一下很肥的眼神 欸 有愛莫 我有看到 有吧 不錯對不對 不是 等一下 我知道 因為她想穿 她肯定才踏實公分 Meg的公司是我的同事呢 她說 欸 我辦公室有投資啊 我想說為什麼 等一下 為什麼 辦公室要有投資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Meg如果來賓來的時候 就是是妳喜歡的 妳就會立刻去自己原地 你知道 我嫁給妳 對 她一直很渴望有男來賓來 那如果Meg想要邀請 平淡想要邀請來賓 妳就想要希望她邀請誰 好難喔 阿姊咧 阿姊本人很帥 橘光亨的粉絲 喔 可憐 但是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幫那個拍手 那可以後製劈一下前面的照片 在這 那我們要有前面嗎 阿哭那一種 妳看起來 我就觀音了 我會很想搬音 不好意思 然後我第一年是穿他們家的衣服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看 然後那時候我穿的時候也有很多人說 問說是哪一個品牌 我就想說 那我第二年一定也要選一個就是 也是他們家的 然後我就在那邊滑很久 可是那個設計是其實已經很久都出去了 然後我就看到這一件 其實是大概17年18年出的 我就覺得這一定很適合我 我就立刻就下定了 也不管尺寸 結果就送來就發現就是對 Meg對於今天這一套 妳覺得穿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如果不是它太長的話 這個也是我會想要症狀穿起來 我覺得症狀很常穿黑色禮服 但是很容易 因為我自己沒有特別白 所以就會覺得說 好像整個人就是沒有打正 然後今天也非常感謝Meg答應我這一個 就是 1… 153 153跟175的身高的那個衣服的衣櫃交換 那今天就到這 大家要記得訂閱Meg的頻道喔 要記得記得我觀音的模樣 還有Meg的新品牌叫MiniMators 對 我們已經對了嗎 對了… 謝謝三千 在這個裡面 可以耶 其實真的 我真的含有品味耶 我真的 更加補助衝生 可以拌 拌 娘娘 看就變超…